大家听我一句话 没有出来的尽量别出来了 现在目前工作全国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相信说这里工作找那里工作找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 在车上也是碰到了很多被高公交忽悠去做传销的 然后呢 现在目前是疫情放开 很多人都出来了 之前为什么好找工作呢 因为疫情所以很多人都出不来 所以就大家都没有出来 因为今年很多大小老板 他们都没有开厂了 都也选择出来打工 而且以往的服装厂是最缺人的 今年的服装厂都不缺人了 不管今年大大小小的服装厂 都是人满为患 以前的小厂 还有一些很差的工厂 今年也是人造的滑满 所以说大家有工作珍惜一份工作 能不挑就不要挑了 啊